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汉祥公司的工程师 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大量 台所谓战机制造机密资料 恐有泄密疑虑 汉祥公司27号发声明称 报道所说的工程师 确实为汉祥员工 经查发布的内容 虽未涉及防务部门核定的 涉密工项 但是仍然属于重大违规 江言成 报道称 一位自称是台湾汉祥公司 工程师的用户 日前在公开社交平台上 贴出多张疑似台军 所谓战机制造机密资料 随后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汉祥公司27号表示 这名员工因加班频繁 而在个人社交平台抒发情绪 相关内容没有重要的数据 描述下一代战机也是错误资讯 当事人虽未泄密 但以重大违反工作纪律将会延程 文科院跟汉祥还有空军 已经进去到汉祥 来做一个查证 泄密的这个状况的话 会依照机密保护来加以处理 图片逻辑中可以找到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而且是哪一个特定的厂 毕竟做这些装备的 全世界只有几家 取止可数 签了保密嫌疑 但是问题是经过时间之后 它可能这一保密的警觉就降低了 汉祥公司声明稿表示 该工程师的行为没有泄密 但也意外揭露了汉祥公司生产的机号 为1110的台军永鹰高级教练机 在服役期间发生机舱噪音及抖动现象 噪音量会非常的大 你有时候会干扰你 你机内通话跟机外通话 交绝品质会受到影响 长年抖动也会造成 可能还不对称的会扩大 在空中没办法造成气动力平衡 会空中解体 机号1110的永鹰高教机 是2022年底才交付台军的飞机 才服役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机体就会发生异常状况 或许赶工吧 你赶工 你赶工的话 在品质上面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它要一直有交机的压力 交机的进度 还是它的飞机的蒙皮 有结构性的影响 还是没有系统化 没有格式化 造成它飞机的不对称 新飞机都有抖动 那是不可思议的 针对台湾汉祥公司 疑似被泄密的情况 台湾网民纷纷留言表示 谁想知道拼装飞机的资讯啊 什么台军战机自造 只是经国号战斗机改装而已 民进党不欺骗台湾人会死了 真的没什么好泄露的 人家都五代战斗机了 都四代五代机了 谁会想要老古董参数 我们来说是这个增察机的资讯 那个增速度 产生的顾客 感谢观看